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好像上次讲到麦克罗汉还有伊尼斯他们在几十年前就预测了互联网的趋势跟地球村的这种部落化的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的重建 那我就想沿着这个问题去问现在很时尚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移动互联网就是我们现在拿手机就能上网很方便这个时代对艺术圈跟艺术生态您觉得有什么影响呢? 因为您是从好像您说的印刷时代走过来一直印刷到电话到那个电脑的这种互联网的诞生 你都看到然后到现在手机的互联网 你觉得这个对艺术有什么冲击? 影响非常大冲击非常大 从传播的方式来讲 特别这一次疫情都是开始很多线上展览的嘛 嗯 对啊 线上展览 现在的那个线上展览 虽然不是现场看 但好像开始是不得已而为之 疫情期间来往人员来往不方便 肉身接触成为困难 就是我们就互联网接触 然后就线上展览 但是这只是一个展示渠道啊 哦 其实今天在不同意义上 没有传播就没有艺术 这个艺术如果不传播 当然我们也姑且可以称这为艺术 但是没有传播我们就不知道 我们就不知道你的艺术对我就不存在 对我不存在 对我来讲 那个就不是艺术 所以呢 今天其实即使在异节之前 这个在互联网上 这个传播也非常重要 而且开始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种设计 在网上出现 开始只是海报 现在又抖音啊 但是这还是现象 就说人们还是要把互联网看成是一种新的方式 其实我觉得互联网时代对艺术最重要的一个冲击 就是我们开始丧失了作为物理存在的艺术品 当越来越多的人在绘画板上画画 这也是一种画毫无疑问啊 手工 毁制 通过软件加工 但是这些画以数字方式在网上流传 当我不去打印的时候 它就没有物理形式 没有物理形式的艺术品 当然也是艺术品 不过没有物理形式的艺术品 就像今天已经很少人再去放照片的一样 这些照片都存在于文件夹里边 都是一些数字的存在 它可以说这照片也好像可以说不是照片 今天几乎所有艺术博物馆 美术馆都面临一个非常重大的考验 就是如何收藏电子艺术品 因为它没有物理形式 就没有唯一性 而且它在网上流传 它是虚拟的 那么如果说从还原的角度 它其实就是一套编程 我完全可以把它编成 一个背后的编程全部错了 它就是一套编程 一套二经未知的计算 然后呢 它非常轻而易举的符字 这个符字还不是以前那种印刷时代的符字 摄影时代的符字 影像时代的符字 它直接在网上流传给你一组数字 给你一组计算 那么这个独一性如何呈现呢 所以互联网时代 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事实的时候 对于美术馆 艺术馆的挑战是空前 艺术品缺失了一个物理形式 它再不是唯一的物质存在 那么如何收藏 如何展示 况且 即使这样 我们也仍然不能否认 艺术的观念性的存在 我的意思就是说 有些艺术家 就把这样的一个互联网的现象 作为它的对象 我就是要创造虚拟的艺术品 我的艺术的最大特征 就是不能够成为物理形式 甚至不能够展示 不能够挂在墙上 只能在屏幕里边晃来晃去 只能够在网上 数字的形式在传播 你愿意 我插一句话 杨老师 就是关于您刚才所说到的 这个数字艺术的 这个唯一性的问题 我跟您都 这方面都 半懂不懂吧 也不是完全不懂 但是这个问题之前 我跟您的儿子杨宽 聊过这个话题 所以以后我觉得 有机会可以 找杨宽一起来 聊聊这个 关于这个 而且很多网友都很关心的 现在很流行的这个NFT 这种所谓的数字艺术的 这种上区块链 这个事情 到底这个东西是真是假 还是怎么样子 我觉得很多朋友 很多艺术家都问 很多网友都问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以后还可以展开聊 不过我们先 我觉得我们还是先集中在 关于艺术上面 也许我们会习惯这种 非物质化的艺术存在 虚拟艺术将成为一个组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互联网提供了很多方式 那么就会使人们越来越借助于互联网的技术进行创作的时候 这样的艺术品 它是数字艺术 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不仅是刚刚所说的唯一性消失在传播 没有物理形式 没有物理形式也可以 也可以制造新的标准的 其实这个是刚刚所说的区块链上的那些 一些艺术炒作 对啊 也可以通过虚拟的方式炒作 也许我们进入虚拟时代 习惯于虚拟时代以后 会发现刚刚所说的都是一些 不习惯虚拟时代才发出的奇怪的疑问 这是很正常的哈 对 我看 互联网的确在改变我们 互联网改变我们 最上次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我们的操作方式 以及我们的传播渠道 那么这几个一改变以后 其实 它带来的影响非常深远 就像我曾经参加过一次 深圳美术馆的一个研讨会几年前 题目非常时尚 叫做互联网时代艺术批评的可能性 它叫做讨论互联网时代艺术批评的可能性 我的发言呢 有一点点已经失重 我说在我们讨论艺术批评 在互联网时代的可能性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是否先提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什么人呢 我们是印刷时代可怜的残存的生物 我们从印刷时代苟延残存到互联网时代 难道我们还有资格谈一个互联网时代的问题吗 我们的所有的学术标准 我们的关于学术的认定的这个价值观 以及我们从事学术的这些手段 都是印刷时代给我们的 论文文章索引专注出版 那么难道我们这些印刷时代的残存生物 还有资格再谈论一个互联网的问题吗 当然我这样一讲就受到反对 底下的人说 你还要不要模糊吗 但是我说我是啊我是啊 当然我很想生存下去 我们都要努力的生存下去 希望我们越活越好 但是但是这个定义很重要 就是说我们这一代人 或者我们这个年龄的人 或者我们这些曾经做过不少年的艺术批评的人们 的的确确是在印刷时代活过来的 而今天跨入了互联网时代的时候 难道我们和这个时代没有隔离吗 当然有了 也许年轻一代没有这个问题 只有我们才有这个问题 这个互联网时代艺术批评的可能性 互联网时代旧的艺术批评没有任何可能性 那我在一讲我们做批评干嘛呢 是吧 所以这只说明什么呢 互联网这个挑战是空前的 因为互联网是传播的媒介 互联网是储存的方式 互联网时代的知识构成非常不一样 它带来的变化是惊人的 比如说历史学的传统的研究 今天已经被互联网 可以说是打得稀巴烂 我们曾经认为的好的学者 就要在图书馆告诉穷经 这个翻资料 然后把所有资料写成卡片 于是我们认为啊 一个优秀的学者的重要标志就是 如果他的大脑记忆不够 那么他就必须在家里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卡片柜 他说任何问题的时候 迅速就把这个关键词在卡片里面找出来 然后一张一张一翻 他就可以写出了 今天网络化了 我们在网上可以找到大量的东西 找到大量东西 资料的封锁的可能性越来越低 尤其是历史资料 当它电子化以后 我们真的是在数据库面前工作 今天如果一个研究历史的人不会检索 他很难再研究了 因为你当初如果再看 你也看了有限度 对不对 所以一个做研究的人 他是首先学会一些基本的电脑知识 检索知识 而且互联网时代还使知识的构成 产生一个极度的分裂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认可 互联网时代的知识是碎片化的 像我们的抖音很短时间 像我们的知识微信都是很短的 几句话或者一段话 艺术也碎片化是吧 艺术也碎片化的 反正画一画看一看就行了 但是其实我们还忘了另外一个状态 和这个碎片化 碎片化是浏览 是在我们的手机屏幕上 或者我们的电脑屏幕上 这个信息在急速的更新和浏览当中 这个只是浏览状态 但是构成互联网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数据库 而数据库和我们的关系就是链接关系 链接关系导致另外一个刚好相反的状况 就是极端的专业 要你愿意 你可以通过无从链接来 使自己在某一个领域达到非常尖端的程度 所以我们作为老师在课堂上上课的时候 今天我们最大的一个威胁就是 当我们信心满满的在描述某个知识状态 或者某一些曾经发生的事的时候 可能底下的学生在上网 然后我说链老师你说的不对 这个发生在哪一年 你说错了 说错了 这可能是会有的 你就是说错了 也可能会有的 我在讲底下在查 我再厉害 我怎么可能比得上数据库 嗯 好 好 好